今個星期大家都觀望一邊是美國的通脹數據 內地亦會公佈通脹數據 其實通脹數據很影響貨幣政策 從而影響大市氣氛 你剛才說到不少人都看著支持位是100天線 上星期尾又失守了 你怎樣預視今個星期恆指的走勢? 恆指在上個星期五 你見到低位很明顯是有一個支持力 就算市場是有觀望著飛龍的數據 你見到低位的好友仍然會比較樂觀地去吸納 你見到北水流入也是 北水增加到11億上星期五 這個氣氛反映了港股 低位已經有一部分的支持 而這個星期或今天能夠站在29,000 即100天線流上的機會都相當高 即是說又再回到5月底 由5月的低位開始形成一個下降的上升的形態 又再回到上升的通道上 如果這樣看的話 我覺得反而今個星期再試上上星期的高位 即29,400、29,500的機會 其實也會比較大一點 當然你說CPI的數據都很重要 尤其是A股的市場 A股上個星期 由高位都有些壓力 如果CPI的數據出來像上次一樣 大家會覺得內地人民銀行不會太收緊貨幣政策的話 又會有機會再炒過 情況有點像美股一樣 所以數據又不可以升得太多 但你又不可以比預期中差 否則大家又會擔心內地都有收稅的可能 KK也覺得今個星期向好的機會比較大 我們看著29,500的位置 -比 -比 -非 比 - 以 -